这部应该是冷气非常高的 就是3P经典逼有韩曼 最后一本是我自己心中的 3P白月光日曼 等边三角形的完美感觉 王太子在这过程中真的是傻的吗 剧情真的是很不乐观 那我是照了什么烈啊 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我是缅德副社长妮几 那大家有听说过一句话吗 在爱情的世界里 不被爱的那个 才是第三者 当爱情不是一对一 而是有第三人出现的时候 大家的感受是什么呢 社长对于三人型的作品 一向都是看不进去的 但是我有发现 就是真的有越来越多人喜欢 也蛮多韩曼会有这样子的设定 毕竟有一派的人士 为什么我们三个人不能在一起 所以社长想说也来跟大家推推 我自己至今看过最喜欢的 那前面四部是韩曼 最后一本是我自己心中的 有两宫一宋也有两宋一宫 更有那种宫寿不固定 随时互换 每一本都绝对想喷喷的 当然我在介绍的时候 都会有自己或多或少的喜好 然后还有心得等等 所以如果真的很介意 剧情被爆雷的小豆腐 就是请胜路 好那在开始影片之前 也请不要忘了要订阅一下 我的副频道 还有我的Instagram 那边都会分享一些生活日常的大小事 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介绍影片啦 哈啰 你相信吗 呃 我不相信 你相信吗 我相信 9月3号到9月3号期间 不过Walker举办了 冰油线上主题书展 主事局邀请了小和少年老师 笔下的16647这堆CP 一日踏入辅教 终生为CP奉献 高情重辅男辅女入教 冒牌神父搭配残刺天使 CP锁在一起就算下地狱都不怕 本次的冰油线上主题书展活动 有超多的必买新书 首推三本台湾作者老师 推出了个人制作品 小和少年老师的旧书 信不大大的当MSAP2 Lezabe老师的 你的工作你的休假1.5 在SNS上面超级爆红 除了个人制之外 也有许多商业制的新作 都有同步上架在Bookwork上 上述举例的BL新书 在活动期间通通打7、9折 首次完成辅教等级线上测验 立即领取50元优惠券 还额外送你16647神父天使AU特制书奖 完全就是五家够提的那种状态 当然重逢社长 另外也准备了专属的粉丝礼 9月30号之前 小豆腐点击资讯栏或置顶留言处的连结 都可以领取100元的专属优惠券 大家记得趁活动期间补充精神粮食本分啦 出展79折起优惠 消费满了在哲社长专属100元优惠券 价格史上无敌天 补良就趁现在 首先第一部要推荐的是太阳之花 这部我特别选出来作为开场 是因为它的3P程度非常的轻微 因为这部的小工 其实人选还是非常的明确的 另外一个男二呢 其实算是比较强制炮灰类型 所以大家就比较不会争 就是希望跟谁在一起的那种揪心的感觉 那他故事那种讲述主角贝莱特 从小就是被家族视为耻辱 身为私生者他为了家族的利益 就被送去担任皇太子子属 第二骑士团长的副官 这个副官职位是一个非常高风险的职位 因为之前所担任过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贝莱特一开始也是非常的忐忑不安 在上任的第一天晚上 他就撞见了皇太子罗兰 还有骑士团的团长 正在秘密的在卧室里面翻轨 这个场景就让他非常的尴尬 不知道是不是应该要立刻逃走 结果没想到居然就让皇太子发现 被迫成为离不开这场春宫秀的观众 过后贝莱特就很快意识到 团长并非自愿于这层关系 一切都是为了要保护第二骑士团的安全 也在这样子的过往中 贝莱特逐渐对团长产生出敬仰 还有深厚的感情 于是他努力了成长精进自己的建树 并暗中能发展壮大自己的势力 为的就是要推翻皇太子的地位 让团长还有骑士团 都可以获得真正的自由 而这部作品当中 其实有非常多宫廷斗争的元素在里面 每个角色都是在为自己的利益 然后还有信仰而战 当然贝莱特从一开始的就是出入宫廷菜鸟 逐渐成为一个成熟有力的角色 这也是这部作品还蛮大的看点之一 但是我这边真的要认真吐槽 皇太子在这过程中真的是傻的吗 他总是就是给小兽吃那个情欲高尚的药水 想说等着你就是跟我示弱 然后就是求好之类的 等等等不到对方 然后对方就很倔 再怎么样都不开口求他 他就觉得很气 气到最后就走人了 而且还三甘自喜地想说 哼看你憋着糖点骨头 你就会知道我有多重要 事实上皇太子走了之后 只会让小宫减便宜而已 因为每天晚上呢 你知道副官都要去寝室帮团长换衣服 就会看到小兽就是欲求不满的模样 是男人就不用多说了 直接吃了又吃有够好吃 总之这个状况呢 真的是连续有两三次回合吧 我真心觉得皇太子这种下的药 然后闯到别人的这种举动 真的是少到家了 金狠手辣强盗到快要继承皇位的男人 会有这么降致吗 我真的是想不通就是了 总之呢 总体来说 太阳之花是推荐给 想要小适伸手三人心作品的小豆腐服用 而且小瘦的身材非常的丰满 画风也很美 肉又很多 小宫呢 也有那种养成系的快乐 虽然感情线呢 进展比较缓慢一点 但整体来说呢 我都还蛮喜欢的 推荐给大家 那再来第二部呢 要介绍的是Wet Sand 这部应该是人气非常高的 就是三批经典比有韩慢的吧 而且在台湾呢 也有出版实体书 在我们Blue Lady呢 都可以买得到 实体书的肉肉呢 甚至是无遮 然后无盛光 里面的故事那种讲述呢 宜安曾经是K35的帮派议员 为了开始新的生活 他决定呢 退出帮派 而过往的经历当中呢 宜安有一个非常深刻关系的男人TJ 他是自己的朋友 也是泡友 更是他唯一的家人 另外一方面呢 宜安的新邻居乔瑟夫 在无意间呢 拍到宜安的照片之后 便对他呢一见钟情 产生出无法压抑的兴趣 更想要了解对方 而宜安呢 也在乔瑟夫 还有TJ两人之间呢 徘徊 三人就陷入了焦灼 其实我自己真的看下来之后 我觉得宜安就是 虽然在这样子 长期不上不下的这种状态下 肯定想要有一个 完全全新的人 带他离开这样无止境的深渊 但是其实近期的连载 也许更放不下TJ的 是宜安自己本人 因为TJ跟宜安 两人经历的故事 真的太多了 他们深爱对方 要不自知的那种感觉嘛 其实爱的很深沉 那不知道呢 看websend的大家感觉如何呢 都欢迎留言下方说一下 那再来第三部要推荐给大家的作品呢 是Tajun 南架 我记得他应该没有中文版 韩国呢 是在REDIBOOTH的平台上面连载 待会呢 的介绍会用韩文发音 但不一定就是很准确 所以请多多就是见谅 故事上有讲述小兽 姬安呢 是在萌萌董董的学生时期 跟一个校草学长恋爱 正当他呢 沉溺在爱情的喜悦当中 他发现初恋的学长居然开始失联 才发现学长根本就有女朋友 什么恋爱完全是自己一头乐 从此姬安呢 就决定就是不要交付自己的真心 所以在他上了大学之后呢 他就是变成一个超级大玩咖 他认识了小公一号友前学长 而当时呢 他也觉得学长本身看起来也爱玩 也就想着床上交流可以 但是不谈感情 维持泡友的关系 但是这一年多以来 学长呢 总是会迟不迟的对姬安呢 提出交往的要求 姬安呢 一方面就是很动心 但是其实也很害怕呢 又相信了对方却被受到伤害 到最后呢 好不容易鼓起勇气 好像可以相信对方的时候 却因为小公一号的妈妈 设局让小兽撞见 就是学长跟女生见面的情况 导致于姬安呢 就是又缩回去 更加坚定自己就是不能动心 而小公二号呢 眼镜宅男不意中呢 出现在这个过程当中 在这个宅宅的后眼镜底下呢 其实他是个大帅哥 然后身材超好 一副忠权老师的模样 但实际上呢 有一个纠缠又腹黑的一面 这部漫画呢 当中肉肉非常的多 有一对一 也有两宫一起开吃 以目前第一季剧情来说的话呢 其实我个人是真的 比较偏向于学长 其实学长在一年多以来 一直在等饥寒 就是可以走出阴霾 如果真的没有真心实意的话 是不可能就是 等对方处理自己内心的创伤 这么久的 我满足你表面上的关系 但是其实我实际上是在等待 你可以承认 我们两个人之间是有感情的 这是我自己很喜欢 学长的这个一部分啦 不过我最近呢 在第一季结束的时候 剧情真的是很不乐观 因为不仅呢 小兽跟宅宅公二号 有一个甜蜜的 就是游乐园感情线之外 学长介绍小兽去摄影棚打工 却又让小兽呢 碰上了初恋渣男 学长到底是照了什么孽啊 学长有宅男小宫 后有初恋渣渣 这不是前后受敌了吗 我真的要晕倒了 所以我尽管呢 非常喜欢这个画风 但是为了不让自己一直纠结在 会让脑中风 我决定等到完结 然后确定小兽 到最后到底跟了谁之后 我再来决定 要不要往回追这部作品 心情一直云霄飞车 我真的是太累了 看个作品我还容易嘛 如果说自己有在追这部 不妨就是小豆腐跟我分享一下 留言一下你们 赞的是学长小宫还是赞男小宫呢 如果说你们自己本身很喜欢 三个男子靓丽纠缠的小豆腐 他笔下真的有非常多的作品 都是三人心 其中有一部非常特殊的两寿一宫 名称叫做 《梅铺那我梦》 这部是我原作的小说剧情的 老师只是把它画出来 我记忆中应该是六画完结的小短片 因为没有中文版 我大致上讲一下剧情就好 主角小瘦还有一个双胞胎弟弟 弟弟对他而言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存在 然后有一天弟弟突然拎着一个男人回来 然后还宣告他们两个人结婚了 哥哥就是无法接受处处的跟弟夫作对 弟弟的老公也觉得 自己应该要想想办法让这个哥哥直男而退 后来就在哥哥单独拜访家里的时候 弟夫就对哥哥出手了 然后吃着吃着就觉得 哥哥跟弟弟真的是两个人真是太像了 毕竟是双胞胎嘛 就一直维持两人之间的秘密关系 当然这样子NTR的状况真的是会觉得很崩溃 对不对 可是其实故事最后还有一个很反转的地方 如果不想要被爆雷的话 可以先跳过一下大概十几秒的地方 就是其实弟弟早就是知道这一切的 而且很病态的享受着三个人NTR的状态 他一直很想要找到一个男人 可以这样同时爱着他跟哥哥 这样的结局是最完美的三人爱情 画风非常的漂亮 天幅也够短 而且又是罕见的良寿一宫 所以我就想说把它放来这五部 就是作品里面跟大家分享 那最后一本要跟大家极力大力推荐 就是我心中最完美的BL3P经典教科书 这世界上能让我接受三批的模样 大概就是这样了吧 那就是ZAKK大大的发育者 那这部故事已经有完结了台湾也有除凡中版 故事讲述哈罗 山姆 阿信 从小就在一间孤儿院长大 山姆是在三人当中最冷静的领导角色 哈罗则是正义然后冲动擅长打架的角色 阿信则是内敛细腻三人中的平衡者 他们三个人从小的心愿就是一起可以离开孤儿院 就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发现 孤儿院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就是同寝间的三个小孩都一定会一并的被林养走 他们便非常好奇偷偷的合力展开调查 却意外的发现被大家敬爱称之为母亲的修女 其实私底下运用孤儿院的小孩作为人口贩卖还有交易 得知这个秘密之后三人非常害怕 并且拒绝了修女提议的新家 当晚阿信居然被人口贩卖秘密的抓走 三人就此被迫的分开长大 卖到妓院的阿信在过程中受尽一切的苦难 一路上不放弃往下爬终于爬到三人重逢的那天 他们当时也决定无论要花多少年 都要揭穿孤儿园还有人口贩卖背后的事例 其实对于发育者这个故事 我自己阅读起来就很像是欧美小说一般 除了老师自己本身很特殊的美式画风之外 他里面的资讯量还有剧情非常的缜密 阐述了政治政客 然后黑手党黑帮 商人秘密客 甚至加入了美国在金融海啸中的股市强貌者 三人在这中间扮演了很多重要的角色 当然在结局的部分也许有很多人觉得 把这些恩仇太过于被轻轻的放下 但我反而认为因为他们三个人太了解自己要的是什么 最后以最洒脱的方式以过往翻篇 三人展开新的生活 这种结局我个人是非常喜欢 那当然最特别的 他们三个人的公寿位置都是非常的随心的 不会有大多逼有三批漫画当中 那种嫉妒吃醋的现象 因为他们其实从小就说好三个人要一直在一起 所以当你在看这部漫画的时候 不会去嫉妒 为什么A跟B就是有比较多的剧情在一起 或是B跟C又是谁上谁下等等的 因为过往看不了三人情的作品 是因为我存在着希望主角最终会选 A或B某一个人的那样的私心 但是我看这部就完全不会有一种 我之前其实已经有做过一支影片详细的介绍 总之这本真的非常非常的推荐给大家 好那今天推荐的这五本作品 也想要问一下大家听完之后 对哪一部最感兴趣 都欢迎在下方留言跟我们说哦 最后也不要忘了要帮我把影片按个赞 然后分享出去给你所有喜欢看三批 然后还喜欢看必有漫画的朋友们 然后还要订阅我的频道开启小铃铛 那我是NIKI 我们就下次影片见了 掰掰 掰掰 拜拜